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主演的最新古装剧《佳业》近日正式发布了预告 并确认了男主角由韩东军出演 这一消息一经发布 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尤其是男主角的选择成为了话题中心 为什么这次的男主角显得如此重要呢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 让我们通过该剧的幕后班底与剧情设定 来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强大的幕后班底 质量保障 佳业的幕后制作班底引人注目 这也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 导演会凯动的加入无疑是一个亮点 作为曾指导过《沿喜攻略》和《并编不是海棠红》 这两部大热剧的导演 惠凯动的名字就像是一张质量保证的标签 他在古装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美学风格 擅长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精致的情感刻画结合起来 使得每一部作品都兼具视觉和剧情的双重享受 因此 惠凯动的指导能力不仅吸引了演员 更为佳业增添了不少期待值 其次 编剧高璇的加入也为这部剧提供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高璇此前创作的《不完美受害人》就因为其紧凑的剧情节奏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而广受好评 作为一名老练的编剧 他在剧本结构和情感铺陈上的功力无庸置疑 通过他的精心编写 佳业无一能够在人物性格和情节推进上展现出深度和广度 此外 美术设计由大江大和的邵昌勇担任 摄影由成欢记的孙赵一套到 再加上长相思的造型指导 全明星制作团队的协作 使得这部剧无论在视觉呈现还是艺术美感上都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幕后班底的实力来看 男主角的选择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男主角如此强手 佳业是一部古装大女主经商剧 讲述了女主角李珍从草根一步步成长为制末行业的成功商人的故事 该剧的背景设置在中国历史悠久的辉州 围绕着辉莫的传承与商业贸易展开 作为一个新颖的题材 佳业不仅注重展现古代商业体系的复杂性 还加入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元素 使得剧情既有厚重的历史感 又充满了现代观众能够共鸣的奋斗精神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女主李珍 是一位聪慧坚毅的女性 她从商战中成长 密封翻盘的过程 为剧集提供了充足的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 杨子作为90后小花中的顶尖代表 近些年来凭借多部热播剧积累了广泛的观众基础 她不仅外形甜美 演技也日趋成熟 无论是长相思中的文艺气质 还是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杯喜交织 杨子都能够凭借出色的表现打动观众的心 这次出演佳业中的大女主角色 杨子的表现自然备受期待 从剧集设定来看 虽然佳业是以女主为中心的故事 但男主角的戏份同样不容忽视 男主角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辅助女主的成长 更是为整部剧提供了多重情感层次和复杂的商战互动 因此 男主角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寒冬军的实力与人气加成 寒冬军最终能够获得佳业男主角的角色 绝非偶然 首先 他本身的实力与演技是获得这个角色的关键因素之一 寒冬军近年来凭借《庄腔启示录》中的精彩表现 已经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 在该剧中 他饰演的角色从懦弱到逐渐成长为 有勇气和担当的领袖 角色的成长线充满了张力 也为寒冬军的演技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他在角色转变中的细腻表演 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这为他赢得了大批粉丝 其次 寒冬军在其他作品中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例如 他在《仙剑云之凡》中的江云凡这个角色 勇敢而善良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台词功底 还是情感爆发力 寒冬军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 为角色注入了丰富的情感层次 除此之外 寒冬军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也为他的形象加分不少 在一年级中 他真实自然的表现 让观众看到了生活中的他 一个真诚 努力的青年演员 这种真实感 也让他圈粉无数 对于观众而言 一个既有演技 又有亲和力的演员 自然是迎评上的亮点 杨子与寒冬军的合作 火花四箭 杨子与寒冬军的合作 无疑是家业的一大亮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 杨子凭借于李宪合作的 亲爱的 热爱的 创造了无数的甜蜜经典 两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和互动 深受观众喜爱 成为了当年的迎评情侣 这次 他与寒冬军的合作 同样备受期待 观众们希望能够在家业中 看到两人碰撞出新的火花 杨子在塑造角色方面的能力 已经无需多言 无论是 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 仙气飘渺 还是亲爱的 热爱的中的甜美可爱 他都展现了自己 极强的角色驾驭能力 此次出演古装大女主剧佳夜 他的表演将如何突破自己 成为了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而寒冬军则通过 《装枪启示录》等剧 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和人气 两人的组合 不仅仅是演员之间的合作 更是一次实力与流量的碰撞 家业 对于杨子和寒冬军来说 都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与突破 杨子近年来的演艺生涯 可以说是风头正经 每一部作品都得到了 观众和业界的高度评价 而寒冬军则正在迅速崛起 凭借自己的演技和努力 一步步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这次两人的合作 不仅仅是一次迎评上的合作 更是一次互相学习 和共同进步的机会 杨子在角色塑造上的成熟和驾驭能力 无疑会为寒冬军带来一些启发 而寒冬军的表演潜力 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也会让两人在剧中产生更多的默契 对于观众来说 这种合作本身就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观众期待 嘉业的未来 目前嘉业正处于紧张的拍摄过程中 观众们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已经非常高 无论是剧情的设置 幕后班底的强大 还是杨子与寒冬军的合作 都让人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特别是对于杨子的粉丝来说 这次他再度出演大女主剧 是否能够再次创造出如香蜜沉沉浸如霜般的佳作 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 从题材的新颖性到人物成长的故事线 嘉业无疑是一部具备爆款前置的作品 商业题材结合历史背景 加上精良的制作团队 使得这部剧有望成为下一个古装大女主剧的标杆 杨子的表演将如何在这部剧中 展现他的多面性 韩冬军又将如何通过这个角色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气与影响力 这些都是观众们翘首以盼的 总的来说 嘉业不仅在幕后班底和演员选择上 做到了精益求精 其剧情与角色设定也充满了亮点 相信不久之后 观众们就能在影评上见证 这部备受期待的作品的精彩呈现 期待杨子与韩冬军在嘉业中 为我们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创造新的经典瞬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